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次来北京 我都要吃一碗炉煮 其实其他地方也见过 但是感觉味道差距很大 这次不走远了 找一家离我最近的炉煮店 来吃吧 一个大碗炉煮 然后一个提前豆腐 再加一茶 拿一个大小肠炉煮 再要一份海带 可以了 拿了票 给剁肉的 师傅 我们等着端走自己的炉煮就可以了 两个师傅 一人守着一口锅 他们从中捞出大小肠火烧这些 拿着刀 在案板上自以挥舞 一个人需要同时做多份炉煮 剁刀的声音 从我进来就没断过 一个人需要同时做多份炉煮 甩刀 成了两位小哥 完成一次任务的标志性动多 接着 咬汤 再死为性的 撒上点香菜 让顾客端走就可以了 你哪个味道想吃啊 有一个大小肠 这是一碗大小肠 这是三碗大小肠 大爷 这个是什么呀 韭菜花 哦 谢谢 这是醋 醋 那边还有腐乳 这一碗是大小肠的 40块钱的 你看它这里面就是大小肠火烧这些就是主要的 随便撒了一些香菜 哦 还有豆腐 里面还有一些五花肉 先来个火烧 垫下底 这个火烧很厚嘛 它是随大肠 一起放在锅里断一断 切成零刀块 再放在这个碗里 吃起来还是很有嚼头的 我觉得这个肠子处理的还算比较干净 吃起来味道也不错 这次来吃柳子比较上次来 它的味道还要清淡了 这次一进来就能闻到这种下水的味道 特别重 这次感觉也好饿 是不是适应了 它这个汤应该是老肠 你要说这个汤好喝吗 但是不见一锅喝 毕竟不照应也高一些 很多来这边吃饭的老年人 相互打招呼的方式是 你也爱这一口吗 没想到吧 一碗炉煮也能够成为老朋友间 亲密交谈的话题 来的时候还没有很多人 现在人已经坐满了 看那边 就是两个食物在这 咚咚咚 小哥 这杯凌晨两点 还有人 还有吗 下来 慢慢下班上下来 下来 慢点 有 周六 我就是在北京 你看在这边吃卤猪 中午有喝二锅头的 有喝啤酒的 如果说不能喝 还有喝北冰洋的 总之 得喝点